四世真相 知道这个四世真相 所以他才能尽孝 那个孝阳两个字 他才做得圆满 他不知道他从哪里做起 佛法里面讲 迷悟 迷的是什么 悟的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这个孝子 诸佛菩萨悟 一切众生迷了 孝就是禅宗里面讲的 父母未生前本来迷悟 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真偶 我们在净土经文里面 古大德众书里面常看到 他讲到戒光进土 身土不傲 身体 图示环境 身土不傲 一样 这个讲法 跟华严经上说的 情与无情 同源总之 诸位仔细想想看 一个意思 确确确实实 这个法界之体 就是自己 因此 对父母 一定要 效仰 这个意思 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这个四世真相 这叫效 落实在四相上 就是仰 所以那个仰是四 孰是个礼 明礼 是智慧 你就懂得 怎样去养你的父母了 不但要养父母的身体 要让他身体健康 长寿 要让他幸福快乐 要养父母之 智 养父母之心 父母对你的期望